这个很明显 还是传统的试探开局 你看王志国的眼神 他主要盯的是阿里的下盘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你可以看上他的心情 他是在冲上去打击的 那么利用阿里的 一旦阿里的下盘的出 他马上就会进 所以他的眼神是盯着阿里的下盘 但是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王志国还没能有效的 突破阿里的下盘的防御 这次是很成功的 突然突袭了阿里的下盘 连续四拳 刚才王志国有一次犯规 他用了锁的动作 是吗 我没有看到 王志国跟他又一拳击中了阿里 这一连串的动作 阿里是出飞了 好 现在阿里的话不如手势了 他已经 现在来讲不像第二回合的时候 那么放松了 对 明显的刚才这几拳 王志国还是显然占了一些上风 还有一个年龄优势 阿里毕竟33岁了 第三回合的话 就打不出那么标准的教科师 对 教科师是在打击了 现在看他能不能做出教科师系的防守 阿里的重点还是在进攻上 他的防守虽然严密 但 这一脚也不错 但王志国漂亮 王志国等的就是这一下 王志国这一击中拳 虽然没有直接的有效的打击队 但是对阿里觉得心理上是一个很大打 王志国现在把王志国不断的放出 释放出这个中拳来 阿里还是很害怕的 放手不错 任何一击中拳击中了他对阿里来说 对 到这个时候的话已经 没错 你看 一个摆拳就打开了阿里的防御 阿里的这个撤身还是很及时的 阿里是这一局拳击也很不错 击中了这个王志国 他是左权威掩护右权威掩护 王志国进来了 又又击中了 击中了阿里 他阿里就非常有经验 他马上要抱住 刚才这个两位选手的汗水像雨点 洒在了咱俩的身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是正好是在这个护栏的旁边 在我们的 接受他的旁边 阿里的这个 哇 这个 双方还是这个脚啊 对双方来说可能还都不是重点 只是拉开头 果然 王志国的 对 这两个选手的话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那么这两个选手的话 都是在各自级别当中的一个 王者顶尖的选手 那么在打法上来讲的话 看起来不像前击上的弄 阿里的这个 刚才出了一个高难动作 对 对 劈腿 高劈腿 阿里的高劈腿还是扫中了这个 王志国的 对 在80公里比赛里头 王志国 你要想到80公里比赛 你看阿里的这个经验是多么的丰富 王志国刚刚打开了防御 要抡起这个中箱 他马上胳膊 纠缠在一起 双方都向自己的观众致意 认为自己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